你是你的祖父 RED是立派的骷髏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肉肉速報 昨天晚上卡普空進行了對於魔物獵人崛起 以及魔物獵人物語2進行了特別節目 之前本台有遊玩魔物獵人崛起 但由於手實在太殘 加上遊戲風格沒有直接命中我們的喜好 所以暫時就放生了 但就在昨天的特別節目中 注意到了另一款於今年夏天上市的遊戲 魔物獵人物語2 霍滅之意 這個你不說我還以為是Label5 還是老倫的薩爾達2出現了 宣傳片一點開來之後我眼睛為之一亮 算是偏可愛卡通系的質感 加上場景的氛圍及貼圖都做得蠻細緻的 直接就算是我一眼就想要玩的類型 沒到幾秒鐘的時間就被這個第二單的宣傳片給燒到了 真的是好事一件啊 看來已經很小的荷包又要再更小了 對於很多人來說應該跟我一樣 是第一次接觸魔物獵人物語系列 它的第一代是於2016年在3DS上的單機版本 簡稱MHST 在2017年發布了安卓及iOS版本 是一款RPG遊戲 玩家將會與魔物建立羈絆 成為共存的魔物騎士 透過到訪不同地方完成各種故事和任務 那最新作品 二代在所有的火龍都遠去他方的世界內 也繼承了偉大騎士烈度之邪頭的主角 將命中注定的羹 被託付了龍蛋的龍人族少女相遇 從而展開圍繞著破滅之意的 勾瀾壯闊的故事 這次的特別節目中也展示了遊戲的訊號術 共動武功 可以透過多人年前一起挑戰 看來原本在一代之一人遊玩的RPG 現在也可以跟朋友一同玩樂了 另外也會同時推出豪華版特典、數量限定特典 即三款Amico 這是不是太厲害了 根本就是讓人上繳荷包不償命 而且這次只要取得魔物獵人崛起的檔案 就能夠取得其中獵人裝備的 防具外觀神火裝與物語二中主角穿著 這個聯動不就是等於要我們全部都要買的意思嗎 卡姆公你真厲害啊 重新看著第一彈PV及第二彈PV 發現這麼晚才知道這件事情有點驚訝 但好家在他不是出了之後我才發現 認真可以確定這個可愛風我們應該是要收了 今年夏天再熱應該也可以好好的在家吹涼涼 帶著可愛的魔物一起在世界悠遊探索了 有興趣的玩家不要錯過今年的夏天囉 影片如果有任何錯誤資訊的地方 還請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會盡力做修正 如果覺得我們的影片不錯 記得給我們一個讚 並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與建議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是肉粉 拜託謝的先給我按一個讚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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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